他们在审核案件的过程中 已经将不少证据不足的案子排除了 否则黄伟的建议量刑会更加严厉 公诉机关最后认定他的 是抢劫是四次 抢夺是五次 在这个飞车抢夺当中呢 他涉嫌的是两个罪名 一个罪名呢就是说 在飞车抢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之下 他是按照抢劫罪来认定 而不是按照抢夺罪 来认定 因为抢夺他只是针对财务实施暴力 他不会危及到人身的安全 而抢劫呢 他是既威胁到财务 又威胁到财务的占有者和持有者的人身安全 这次这个飞车抢夺当中 案件事实当中 他有一种就是明知会自能伤亡 而且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他人的轻伤以上的后果 那么这些次数呢 他就要构成抢劫罪来进行认定 而且次数呢是超过了三次 黄伟自己也清楚 当年自己参与连环飞车抢劫抢夺 后果严重 处罚不会轻 有时候我在这里面是我就想 我不管我在这里面是待了多久 我至少我有出去 我以后我有身份证了 有时候我在这里面什么事都想 我心想 只要我没死 我总有一天是我会出去的 至少是我这件事情了了 你只拿光丽的出去一下 对 不管是什么理由 犯罪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坦白自首 接受法律的审判 老老实实的服刑 真心实意的悔过 才能重新做人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真相三十分 我是广阳 明天同时间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